生病的老人家来药局买药吃 但一听到价格就退币三社 阿根廷从去年至今 痛膨率节节飙升 已经达到55% 物价高的吓人 尤其国内超过60岁人口 也越来越多 最需要医药资源的老人家 受到冲击 全国七成的退休人士 每个月退休金 还比台湾平均标准少三分之一 光买药可能就花掉快一半 没药可吃 更不用说最基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也贵到不行 人民对现任政府的不满终于爆发 当地时间周二 许多工会上街举行 围棋24小时的全国大罢工抗议活动 机场排列一整列飞机 航班表上一片红 据估计有350架班机停飞 影响2万2千人 海运也停摆 商店和银行大门深锁 连学校都停课 几年前总统马克里向国际货币组织 贷款巨资 解决物价飙涨问题 后来为了减少这项国家赤字 而实施准节政策 现在情形反倒雪上加霜 半年后阿根廷就要举行总统大选 国内经济无疑是马克里连任之路上 最大颗的绊脚石 打来新闻 郑宇轩编译